关注时事 立足名声 欢迎走进一课 我是陈飞飞 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 和总统大选年不同 很多民众并没有太多的参与热情 但是有一个学区的华裔居民却卯足了劲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 第十一选区的家长代表胡小元 Angela 以及我们美国中文电视的资深记者李若斌 欢迎二位 谢谢菲菲邀请 谢谢菲菲 我们知道其实Angela 你之前也跟其他家长一样 重心主要是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家庭上 为什么这一次您觉得自己必须要站出来呢 确实两个月以前我对政治是一窍不通 然后自己有四个小孩 还有四个孩子 对 还有公司 所以忙得很多时候连孩子都顾不上 对政治也不感兴趣 不过这次特殊高中的事情 让我不得不去把问题重新再想了一次 因为特殊高中它的实质 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亚裔的利益被出卖 倒也不见得是市长恨亚裔 而是两件根本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在美国 它是政客是要靠选票去上台的 然后每人是一人一张选票制度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口结构 即便是在纽约 亚裔也是少数人口 占了13% 而非裔和西裔是占了53% 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又不登记选民 又不参加选举 所以实际上远低于这个13% 而作为政客来讲 选票就是他们生命线 这样子的话 很情有可原的他们去出卖我们的利益 到别的群体去换选票 若宾你看哈 其实在11选区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很惊人 亚裔的这个投票 就是说注册选民的比率只有20% 其他可以有80% 近两年来的话 就是亚裔社区投票率是有一定的增长的 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就好比说去年这个纽约市级选举来说 那我们反而胜所在的第20选区 这个总的投票率 总的投票的数量是6500多张票 但是在20选区的亚裔人口 在2015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0万 所以你看这个亚裔的人口的总数 对比这个投票的数量 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一个落差的吧 那这个原因当然有很多了 那有现实的因素 比方说新移民可能这个语言方面不过关 或者说忙于升级 刚才安正来提到了 就是这个事业生活很压力很大 Angela 你有投票吗 你有注册选民吗 很不幸 我还真是没有投过票 以为在民主下面总应该是好的党执政 然后推行好的政策 就是你无条件地相信他 是的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就不一样了呢 其实作为亚裔来讲 他也不比其他的种族聪明 不过我们更辛苦 不管是家长也好 是的 更勤奋一些 然后我们这个族裔也不是挑事生非的 乐事生非的 而且应该是蛮善良的愿意去帮助其他族裔 可是就是这样子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公平和平等 这两个权益都没有办法保证 而且我们劳作的成果超50%已经不归我们了 为什么这么说 您看从交税的比例和你最后得回来的比例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想你们前面也有报道过 亚裔其实平均就是中位数已经高 已经最高达到43万多 那这个人群的话实际上税率已经高达50% 如果你把social security这些都加进去的话 然后这样子剩回来的一半 还要交换很高的滴税 所以您说亚裔在税收上给政府贡献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跟他的税收是不成正比的 完全不成正比 您觉得哪些地方的利益被侵犯到了 首先我们最关注的现在就是教育 那教育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完全是针对亚裔的了 我就拿特殊高中举个例子 因为这代表是好学校 在好学校里面亚裔的比例却高达70% 而西裔他们虽然有67%的人口只占了10%不到的比例 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个从亚裔的手里 把这个位置换到给西裔跟黑裔手里去 若斌你觉得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亚裔是被政客忽视的群体吗 我觉得这取决于他选区内这个选民的这个呼声是怎么样的 那再比方说像我们20选区 或者是曼哈顿华部的这些选区 因为亚裔的这个选民相对来说 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同时他们的参政的意识也有一定的提高 那么他们的诉求就会被这个民选官员所听到 就正所谓就是选票就等于花一圈 那在针对特殊高中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现在依然是悬而未决 您的选区推出的两位候选人 似乎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有反应 能反映你们选民的声音的 我们这个区域的两个候选人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倒是非常其次鲜明的对立的 从2014年前 刘存毅就是提出反对这个特殊高中的死作用者 所以即使他现在倒戈 但是也改变不了你们对他的 也不能再赢得你们对他的信任了吗 他现在的倒戈也是有条件的 第一是在我们压力之下 第二个您看他的那个在中文媒体上讲 但是他讲的是不彻底的 因为我们要求是特殊高中这个考试 作为唯一的标准 而他从来没说这句话过 第二个他就算是在7月31号的英文媒体的发言 也是不一样的跟中文媒体 在英文媒体上他有说我反对这种考试 在6月份和7月份的时候有关注到 他们反对这个特殊高中陆续改革的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就有说 他们当时在一周之内就集结到了400人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同时让我自己其实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从就是反对特殊高中陆续改革为起点 他们能够延伸到说 是不是可以把现有的这样一个阵势 就是一个队伍来集结起来去做更多 比方说助选 就不仅仅是仅仅针对特殊高中这一个话题 而是比方说更多的涵开到房产税 或者是大麻等等这些议题上面 来进行一个给民选官员一些压力 Angela 你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当从特殊高中讲 其实它所涉及到 如果你只是讲直接涉及到的 是5%不到的人群 只有5%的居民孩子是去上特殊高中的 是的 那么可是这个市长要改的 不是当当特殊高中 是整个公立学校里面的优质教育 那么这个好学校的背后一位置是什么 如果这些好学校没了 我们二十六学期举个例子讲 它是小学跟初中是最好的 那么大家居住在那里 就是为了这些好学校 房厂的保值就会成了一个问题 再加上社区的安全就会成了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 让大家更往后面去看到 其实这个事情是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然后从而把 不仅仅是特殊高中的家长 把所有的家长 把所有的居民都给串到一块 我听说这次你们定了一个目标 是想争取到两千份选民登记 两千票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怎么定的 刚才讲到我们有两个候选人 这两个候选人的旗子 这么鲜明的不一样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查历史数据 他们刚好在2014年的时候 有过对抗 然后当时艾维拉是赢了 这个刘纯丽900票不到 而作为一个小选年 就像今年就是没有总统选举年 通常在党内初选出来投票的人 只有一万五千人 那么意味着你有两千票 你已经取决胜负 我觉得总体的感受就是 现在华人有一种侥幸心理吧 就是说感觉火烧不到我这里 那我就自扫门前雪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华人之所以站出来 是真的感觉到 到了这个危急存亡之秋了 像十一选区 可能一开始就是因为觉得 特殊高中不得不去保了 或者说像长岛大井 当时也是因为觉得 公校资源我们不得不去保了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很多时候华人是在打一场 逼不得你的时候 就是无准备智障 或者说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那从战果来说的话 当然有皆大欢喜的时候 像长岛公校是选出了 华人的这个校董 能够保护公校的利益 但是也有些时候可能 结果就不那么尽人意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华人选举 华人参政议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能不能打一个提前量 这是不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组织 至少有一帮固定的人员 是要持续地跟踪这些议题的 我们希望形成一个标杆的模式吧 然后让大家能够去拷贝到别的区 就是像刚才罗宾讲到 除了我们26学区先起 后来25 28 24 还有布鲁克林的20 21都在跟进 还有第三学区也开始跟进 下一步你们打算有什么样的行动 首先就是会去看 督处这个被选上的 不管是谁 能够实现他的诺言 第二个的话 就像我们其实14个议题里面 就已经有前章性了 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区虽然小学和中学很好 可是我们的高中一直是不好的 其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高中叫卡多守 卡多说 那么当年也是因为 美兴高中 其他的 加美卡的那个关掉以后 放进来以后就被 被弄掉 所以我们把这个加入议题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像三岁小孩进免费入托 这个市长也是作为他的一大政绩 从四岁开始 现在延长到三岁 不过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真的又是在侧罗罗的一次 用我们的钱 我们不受益 去年开始的 17年到18年 总共入托了824个人 他好像只是在非裔和拉丁裔的时候 去试点这个 所以实际上总共入了 说是照顾低收入 可是总共入了10个华人和6个白人 比如说你去看主流媒体的一些报道 他们也会去质疑说 是不是亚裔的家长太过关注 所谓的考试 单一的考试 太过关注教育的问题 然后纽约就是一个大熔炉的社会 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的社会 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让孩子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地 跟各族裔的孩子 就是欢欢乐乐地上个学 你现在让他开开心心 大家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呢 将来呢 还有作为这个教育 是一个纽约也好 美国也好 将来一个国家的强国资本 你现在开心了 将来你能做什么呢 那这个数字是很吓人的 比如说你如果去DOE 就是教育局会去看到 整个学校可以考零分 然后他们有超过93%的 八年级的学生 不会做三年级的题目 这些其实是很吓人的 第二个我必须要讲的 如果不管以后谁跟你讲说 亚裔的孩子只会学习 那么就请他到这些特殊高中里面 看看这些孩子 比如说在史黛文森这个学校里面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在里面 他们里面有200个club 那个兴趣小组 200个 这里面有亚裔是70% 那我们回到这个选举的话题来说 若比你看 就是除了说助选的时候 除了你帮助他去拉票 注册选民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能够帮我们去选出 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过去在华人在参选的时候 可能只会考虑到这个选举人族裔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有一种 就是理性的去思考 是谁更适合 就是对这个社区有利 对他们这个选民的利益有利 我今天到这来 希望就是把事实给传播 然后让华人能够出来 重视到这个登记选民参加投票 然后呢 给他们提供事实依据 让他们做客观的选择 而不是说选脸或者说选党 那为了让他们能够被选上 需要在钱上 在筹款上 也要注意避之力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自然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宣言筹款 那么星期天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筹到一万五千块钱 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大家自发给的 自发的 没有要求过 感谢二位给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和Angela的对话似乎传递出了 华裔参政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声音 不看肤色 不看脸 而看政策和纲领 与其世道临头 亡羊补牢 不如去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 而这里面的战术和策略 则是华裔需要更加深入思考的事情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